学术线有个普遍的认识 研究工作比起发表在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上 才算成果 只有这样的成果才会助你拿到学位 平常支撑 采用同行评议制度的期刊 通常在你的文章发表前 会找两到三名同行进行审告 这个说起来也合情合理 学术论文的价值只有同行才看得出来 这个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 当时他们为了排除一些 可能损害出版社审议的内容 所以在发表前会邀请专家成员提前阅读 到了19世纪 这个系统开始采用匿名机制 如今同行评议制度被认为是为了 保证学术论文的质量 保证论文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成为学术界通行的做法 甚至演变成评价科研人员的一种铁律 同行评议最初就是为了预防奇诈性论文发表的 遗憾的是从这个制度运行几十年来看 审告结诞 审告人并没有发现多少明显的科学错误 甚至明目张胆的造假都发现不了 大多审告人几乎不会看稿件后面的数据 但数据恰好是最可能出现错误和弄虚作假的地方 因此同行评议一方欺诈的初衷 只是一个美好的想象而已 那退步讲 同行评议客观上对科研人员提高稿件质量 是否有帮助来 我认为多少有一些吧 但总体上来说帮助不大 充起量也就是文字上的写作技巧 和数据处理技巧而已 被记稿的稿件作者会换一个杂志再尝试投稿 而不是重新采集数据 重新分析 可能有人说 如果没有同行评议 情况会更糟糕 因为在一大堆论文当中 如何还显出对自己有价值的文章呢 至少同行评议帮助读者完成了一种认证 有了这个认证 我们才能从科学上认定 这篇文章是有价值的 但是真正的同行 看待别人研究的价值 并不在乎论文是否发表 我们平时会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 会议上呢 许多人会展示自己尚未发表的工作 这些工作并未经过同行评议 但是作为同行 对他的工作是有鉴别能力的 并不是要等到论文发表的时候 你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一个如此有价值的工作 现在期刊的学术编辑 要找到一名审稿人 浩兰 夸张的时候 找了三位数的审稿人 也没有完成审稿任务 而时间呢 且白白浪费了 导致论文发表的周期越来越长 这种缓慢的步伐 可能会导致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过早地离开了学术界 而且再也回不来了 爱因斯坦那个时代 虽然有了同行评审的机制 但并不普遍 爱因斯坦并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起写作论文 他所发表的那些论文 只有一篇是投到了同行评议的期刊 但他当时对此感到不爽 就转投到另一个期刊 因此现在有人怀疑 同行评审制度的存在 究竟是促进了科学进步 还是阻碍了科学进步 在科学上 最后决定科学进步的是 那些最好的工作 但是这些工作刚出现的时候 因为以传统不符 看起来匪夷所思 同行评议的确可能排除了一些 有问题的研究 但同时也可能扼杀了一些 真正创新的好想法 所以说同行评议的最大作用 就是拉回到平均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阻碍了科学进步 最后我们用 诺贝尔奖获得者 心里不能辣的话 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事实上 我认为同行评审 已经成为一个糟糕透了的系统 它在很多方面都很糟糕 因为科学家和学者 对科学和科学家 自己做出判断的能力 交给了这些期刊的编辑